大長先問一下各地包括基隆的調查 他哪會覺得說發的這個量 像基隆說他們03萬是20萬 然後台北目前中央也只有一個居家隔離 你快賽時機這個地方到底會不會 快賽時機在地方要公費使用的部分 我們都根據他們的要求的需求量 基本上都幾乎都差不多逐額有給 那台北市那時候5月4號調查的時候 他們報紙報12萬 那我預計罰他們庫存量有18萬 那我預計罰73萬 我想如果以身報 如果不足應該要把它報好來 要我們據統計他就是報要12萬 那我們就要配73萬 那我認為這樣是夠的 那如果真的有不足再報上來看 可是北市秘密你說是營造大善遠故事的模樣 沒有就是根據調查嘛 我們是根據調查 然後可以的話就配下去 就這樣子而已 未來還是其投資發放嗎 會不會依照地區的熱度 按照比例需求嗎 你指的是快篩 快篩 快篩時民制的部分嘛 到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大概剩餘量最多的 還是東北桃園 雖然都不多啦 大家都1%多 東北桃園還有基隆 那另外大概連江金門相對的 離島區大概剩比較多 那基本上並沒有說 在這裡面就是已經發生說 雙北已經是零點多 其實我們平均大概1.2吧 剩餘量到位掌握 那雙北桃園跟基隆 基隆也稍微超過一點點 所以就並沒有說 有些部分這樣我們配的 它剩下非常多 有些區域已經都不夠了 當然個別的藥局 一定有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們將來還是會根據 它販賣的一個情況 來做增減而來看 什麼時候考慮從第五類傳染病 調整為第四類 那有沒有哪一件 等這波疫情過了以後 我們大概才會開始來做這個準備 當然第五類傳染病 跟第四類傳染病 有很大的不同 第五類傳染病是強制的管治 那第四類就是一般的管治 有預計什麼時候嗎 大概是七月中嗎 好 謝謝